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今天我给大家讲授传感与检测技术这门课 那么这门课呢是由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给大家讲授的 首先给大家介绍本课程的课程的性质与研究的对象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实用性很强的专业课程 它是以研究自动控制系统中的信息提取 信息转换以及信号处理的理论 与技术为主的为主要内容的一门应用技术科学 那么这门课的课程的特点是什么呢 有两点 第一点 它设计的学科非常的广泛 也就是说在这门课之前 我们应该学习于电路 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自动控制原理 单片机 维机控制技术等课程都有关联 另外呢 这一门课与物理学 化学 材料科学 微电子技术 信息技术 密切相关 而且它发展的非常快的这么一门学科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它的实践性很强 本课程是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测量问题的能力 它是一门专业基础课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学习的时候呢 应充分利用课程所开设的实验和仿真的实验 那么我们这门课的教学和学习的目的有哪些呢 主要有这三点 第一点 掌握传感器的结构 工作原理 工作特性 及其应用 掌握信息处理电路的工作原理 及其接口技术 第三点呢 就是掌握自动测试系统设计的初步的一些 一些问题